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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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上一次呢跟大家聊了什麼是心理疾病嗎 那如果你還沒有看過我的影片的話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記得要先去看喔 那上一次呢在... 那上一次呢也在影片... 那上一次呢也在影片裡面跟大家分享過說 我在實習的過程中遇到的個案大部分都是思覺失調的患者 所以今天呢就想要拍這個影片跟大家來聊一聊 什麼是思覺失調症囉 那講到思覺失調你會想到什麼呢 可能有人會想到說 他好像不是都很危險很可怕嗎 就是那個精神分裂嘛 就是那個會有很多個人格的那種病 思覺失調就是那種犯罪不用被關的病啊 這種人很爽耶 他們就應該要被關一輩子跟社會隔離啊 思覺失調什麼鬼 裝的吧 我也會裝啊 嗯 那... 這些呢其實是一般人非常容易有的誤解 同時呢也是很多我的個案們 曾經親耳聽到別人對他們說過的話 為什麼一般人可能會有這些誤解呢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可能是因為 大部分我們對思覺失調的了解都是從影視作品啊 或者是新聞報導得來的 其實呢在我自己親身接觸 思覺失調的個案之前我也曾經有過一樣的擔憂 嗯...我會不會在實習的過程中遇到什麼危險啊 可是他們的症狀看起來好像很可怕很奇怪耶 但是呢 在我實習這一年跟他們密切的接觸之後 我發現他們真的不危險也不可怕 而我也發現呢我們會有這些擔憂 其實並不是因為我們很壞 也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同理心 就很單純的只是因為我們對思覺失調的了解並不夠全面 所以今天呢就想要拍這個影片 以及我的個人經驗幫助大家了解更全面的思覺失調症 開始 在2014年呢 台灣精神醫學學會 以及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 共同提出了思覺失調的證明活動 但為什麼要有這個證明呢 第一呢就是像我前面提到的嘛 精神分裂症呢非常容易造成大家的誤解 比如說呢很多人可能就會跟人格分裂做連結 但是精神分裂跟人格分裂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至於人格分裂到底是什麼呢 之後我會再做其他的影片跟大家做介紹 第二呢主要就是希望可以藉由這個證明的活動呢 降低思覺失調患者因為害怕被大家貼上負面標籤 而不敢或是不願意去就醫的這種情況 思覺失調的名稱呢除了可以消除這種負面意涵之外呢 它更精準的解釋了思覺失調的病理 也就是思考功能以及知覺功能出現失調的這種情況 第三呢也就是失調這兩個字呢 本身就暗示著可以恢復的可能性 所以呢這就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 其實思覺失調患者有可能可以回歸到他們正常生活的 那到底什麼是思覺失調呢 根據美國EPA的定義 那也就是說呢思覺失調是一種慢性的大腦疾病 思覺失調呢顧名思義就是思考功能以及知覺功能出現失調的情況 思考功能就會影響到人的思考 知覺功能呢可能就會影響到人的知覺 比如說聽覺、嗅覺、視覺、味覺、觸覺等等 那些呢或許在別人的眼中看起來很難理解啊 甚至是很荒謬 但是呢這些症狀對患者來說是確確實實的存在的 而且也是他們時常在經歷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症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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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呢科學家對思覺失調的病因 還沒有非常完美的解釋 但是呢普遍認為是因為大腦裡面的神經傳導物質 多巴胺以及分胺酸出現了不平衡的情況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郵差 假設呢今年的神經傳導物質出現不平衡的情況 就像一個迷糊的郵差在送信的這個過程中呢 不小心送錯信了 導致你有時候多收到一封信 或者是少收到一封信 這一來一回呢就會導致你收到的訊息 出現了錯誤的這種情況 那什麼樣的人會得思覺失調症呢 其實就跟其他的心理疾病一樣 任何人都是有可能得到思覺失調症的 因為就像之前提到過的 心理疾病呢包含思覺失調 都是由很多很多的因素組成的 那其中呢包括三大因素 第一個呢就是行為影響 比如說物質濫用 像是濫用酒精藥物等等 第二個呢就是環境的影響 比如說呢你要是遭遇到強大的心理壓力 那就有可能會提高你得到思覺失調的機率 像是家庭失核啊失業啊失戀啊等等 第三呢就是家庭遺傳 如果你的家族有思覺失調的病史 那你發病的機率就會提高 一般大眾呢得到思覺失調的機率大約是1% 如果你家裡面有思覺失調的病史的話 得到的機率大約是10%到15%左右 以上的因素很多 但是病因呢是種種因素組成的結果 進而導致大腦裡面的神經傳導物質出現了不平衡 而使人得到思覺失調 比如說呢在我們宇佑的距離裡面 應思聰呢就是因為工作遭到巨變 加上女友突然離世這兩個雙重打擊之下 迎接了她的第一次思覺失調發病 那在劇中裡面也有提到 應思聰的爸爸其實是有思覺失調的病史的 但是呢應思聰的姐姐應思月 並沒有得到思覺失調症 而應思聰呢也是一直到她的生活遭到巨變 然後承受了非常強大的心理壓力之下 她的思覺失調才發病的 這就逐漸啦思覺失調跟其他的心理疾病其實是一樣的 是由內在跟外在的因素共同組成的 我們沒有辦法決定我們的父母是誰 我們也沒有辦法決定我們的一生中會遭遇到什麼強大的變故 這就代表呢會不會得到思覺失調 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 在我實習的這個過程中呢 我常聽到我的個案們告訴我 他們真的非常非常害怕人家幫他們貼上了負面標籤 有時候呢甚至害怕到他們真的覺得很孤單 而且恐懼與人接觸 那我自己認為呢 最可怕的其實並不是這些疾病 而是我們因為對這些疾病的不了解 在不小心的情況下 幫人家貼上了一個負面的標籤 然後因此呢就把他們推向了一個深淵 那就像艾滋病一樣 其實在幾十年前呢 我們對艾滋病的了解並不是那麼多多 甚至呢有非常多的誤解 導致呢人們一聽到艾滋病或者是艾滋病患者 就會馬上的做連結說 喔我只要跟艾滋病的患者有任何解除 包括一起吃飯、共用廁所或者是擁抱 我就會被傳染艾滋病 所以呢就會在這種情況下幫他們貼上了一個錯誤的標籤 然後對他們避之為恐普及 但是呢隨著時代的演變 艾滋病的知識慢慢的被普及之後呢 現在我們知道艾滋病其實並不是我們當初想像的那麼危險那麼可怕 現在也是一樣呀 我們對思覺失調呢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之後呢 其實會發現思覺失調也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可怕 希望呢我們以後在面對思覺失調的患者的時候 可以有更多的同理心 可以更多的接納以及陪伴 然後更重要的是呢 要把正確的知識傳給大家 然後讓更多更多的人呢 更全面的了解思覺失調是什麼 減低大家心中的恐懼 那在下一集呢會為大家介紹思覺失調症的症狀 診斷方法以及治療方法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以及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喔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影片有幫助的話呢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給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對思覺失調症有更全面更全面的了解 讓我們一起達到一個友善接納的環境 減少思覺失調症患者匯及記憶的情況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在看完 那接下來呢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視覺失調症非常常見到的顯性症狀 就是幻聽 讓大家稍微體驗一下視覺失調症 當你聽到幻聽的時候是一個怎麼樣的感覺